停車 騎我 騎我 好不容易把危歸機車 給攔了下來 遠景真的超火大 一攔下騎士 遠景立身質問 剛剛是不是故意出腳踹人 一開始騎士還大聲反駁 接著似乎是自知理虧 開始呼自己巴掌 警方將他壓制 要他趴下 騎士這才知道要趴 而當時警鄰大座 還有遠景跟騎士 雙方護槓的聲音 也驚動附近住戶 用手機錄下過程 當時坐在機車後座的 女性友人 也嚇得一起 趴在地上乖乖就范 原來騎車的二十四歲 陳姓男子 右轉沒打 方向燈 被警方鳴笛示意 攔查不停 接著又逆向闖紅燈 警方二度攔查 他還出腳踹 僅用機車 警方最後在另一個街口堵到他 他自稱因為已經機械十多萬元罰單 沒有絞親才會逃逸 儘管後悔卻已經來不及 因為他出腳踹 僅用機車 用一連串違規 罰單跟刑責一個都逃不了 記者陳生意高雄報導